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六,我们复盘一下热门标的的周线和日线图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 好,按照以往的习惯呢,我们陆续的在这两天呢,把这些热门标的复盘一倍啊 我们先看半导体做空指数ETF啊,做空ETF周线图 那这个周线图呢,在本周呢,是给出了一个强劲的反弹,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视觉上,我们看到周线图是上行回撤,上行回撤的一个过程 那我估计呢,下周,也就是说接下来几周吧,有可能继续向上运动啊 以完成一个五浪的结构,我们看AB啊,或者叫12345 那周线图是给人这样的感受 但是呢,对于这个图来说,重要的阻力区应该是在80块这一带哈 也就是说左侧高点这一带 那这一带的阻力呢,在历史上也是比较沉重哈 特别是在此轮的一个反弹过程中 第一次触碰到这个阻力位的时候 周线呢,也是给出一个连续的暴跌哈 六周的连续暴跌 那我相信啊,这一次再遇到这个阻力区的时候 应该也会给出一定啊,或者说相对剧烈的一个反应吧 首先是触及到它的时候可能会反应一下 一旦能突破上去,估计呢,还要再回踩反应一下啊 所以接下来几根K线 假如说接下来几根K线有的话 应该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路径啊 那么本周呢,其实是一根阴线 是一根阴线啊,表明啊,上涨的一个停顿 那么下周呢,我们啊 迫切希望它能给出一根周线的阳线啊 那这样的话,这个五浪呢,就有盼头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上涨之后呢 跌破,但是呢,在周五这一天呢 强劲的上拉 又上涨17.67% 那这样的一个跳空拉升 然后再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呢 表现出多头的强劲 主要是周五大飞农呢 就就业率吧,和大飞农表现都非常不错 或者说不管错不错吧 反正就业率就是又降低了啊 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增强 那么今年还有两次加息的机会 还有至少100到125个基点要去加 那么后续还得加啊 现在已经10月份了啊,11月12月啊 各加息一次 那这样的话,美股呢,应该还要继续跌 那做空一天FS,这个应该要涨啊 我们上次在日线图上也画了这样的一个倾斜的通道线啊 那估计呢,第五浪啊 就在周线图上刚才看到的第五浪啊 实际上是在日线图上的一个强劲的多头波段啊 那么下周呢,应该去突破这个高点 然后去向上测试80这一带啊 估计呢,要在我们日线图这个通道线附近啊 要进行猛烈的震荡了 好,这是下周 包括下下周啊 我们可能会去预期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看到日线图下方还是一个死场啊 因此在突破这个波段的高点的时候 应该还会有所震荡啊 所以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在周线图上呢 接下来呢,在这种狭小的一个空间里 会有反反复复的一些震荡行情 好,这就是SOXS这个标的的一个路径 可能的路径 我们也要看一下这SQQ SQQ呢,和刚才那个图差不多啊 它本周也是一根带长下影线的一个K线啊 表明啊,此轮上行的一个第四浪结构啊 一,二,三,四 那第五浪呢,比刚才那图要近一点啊 那很快就要触及到了,对吧 所以下周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 往上走,周线图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也是 我们啊,特意画了两条趋势线 第一条呢,是这条啊 比较陡峭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 第二条呢,就是下面这一条 那现在呢 就这么画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稍微在这里停顿之后呢 估计呢,还是要往上走啊 去测试这儿 这是下周早些时候的表现 那么更啊 更高呢,那咱们就猜不到了啊 它到底在哪儿 我们可以把这个阻力线啊 放到这儿 大概是在80一带可能会遇到一个阻力区吧 嗯 好,这就是这个路径 可以看到周五这些是非常强的啊 所以不能预期走空啊 当然啊 在突破61块385这个高点的时候 应该会有所反应啊 会有所反应 嗯 好 这是SQQQ TZ呢 小盘股的做空ETF呢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这些图还是略有不同啊 你看这个图 他就是 呃 在上周和本周呢 都给出了一定的停顿啊 说明啊 他需要更多的洗盘啊 这是小盘股 对吧 跟那个不一样吧 那这样的话 经过两周的停顿之后呢 我觉得上行的概率会更高啊 那下方周线图已经是一个金叉了哈 周线 对吧 下周先把这个高点突破 然后再往上走一波 之后呢 再给回落 看一下日线 嗯 好 他都是完美的落到了我们下方这个趋势线上 趋势 我们仍旧应该假设多头趋势是有效的 上行啊 继续测试阻力区域 往上走 好 那对于这个对这些空做空ETF的一个多头呢 应该是做空ETF这个图形的多头呢 应该是比较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啊 但是我们也应该也要注意短期的一个阻力位的一个表现啊 下方还是一个死差呢啊 好我们看一下三倍做空标普500ETF 这个做空呢 我们看一下轴型啊 一样啊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呢 他更接近于这个高点附近啊 那其他的图 好像距离左侧这个高点还要有一定的距离啊 所以他呢 应该属于先对灵长的一个图 可能也往上突破了 嗯 日线图感受一下 嗯 对的啊 把这线删一下啊 好 继续往上拉升 阻力区我们可以画一个 就是近期的高点附近 就是阻力 嗯 拉升 拉升 对吧 使劲的往上涨 涨起来 好 这个就是几个大的做空的指数ETF 我们看一下DKNG 网友一直在问哈 那DKNG的周线图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给人的感受就是 经过了一波下行之后呢 有对下行趋势的一个向上突破 然后我们画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 这收敛三角形的下边也非常重要 低点逐渐抬高 表明多头愿意去做一个多头波段 那对吧 随后呢 给出了一个回落 这个回落呢 目前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高点逐渐降低 低点逐渐降低 那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震荡区间哈 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歇行哈 歇行 这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哈 这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歇行 那是在一个多头的一个歇行 理论上它是否是骑行的 可以把它当作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回撤 或者叫骑行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当作骑行的话 你务必要找到一个 低点周围你的止损哈 那下跌翻弹下跌 那这就是止损点往上做 对吧 但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来着 我们的做法是看日线图啊 日线图 那 波段话处理结束啊 回撤 再跌下来 这里止跌 往上看是吧 把这些删一想啊 太多了 下跌 去日线画一个 然后 这线也删一想啊 因为现在的图已经演变成这样了 我们可以画一个通道线 它有点收敛 或者相对收敛吧 相对收敛 或者有点接近于平行啊 还是收敛啊 还是收敛 到这了 应该假设的骑行没有结束啊 如果你已经做多了 你的止损啊 应该放在这个地点吧 14块5或者15块一带吧 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个通道线啊 这个趋势线 对吧 下跌趋势线 我们的另外一个做法呢 是等待下跌趋势线被突破回踩的时候再做 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种进场的点位 那如果你是在通道线上进场的 理论上啊 这个洗牌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感觉啊 为什么 结束需要强势的向上突破才行啊 没有突破吧 有人说快了 也确实有可能啊 因为他没走雄势 说万一突破不上去呢 那就要看了 如果接下来是根阴线的话 你就知道了 没突破上去 那你就不能做多了 对吧 所以我们最好的做的点位应该是在 这根下跌趋势线的被突破之后 再回踩一下 再去做 做一个多头波段会好一点 那么现在做呢 你现在做的是震荡行情啊 是做的这个通道的一个震荡 趋势线和通道之间的一个波段 对吧 嗯 我们不能假设他已经突破上去了 他没有 你要进场点位是在通道线进场的话 你做的是一个通道内部的一个多头反弹 真正的趋势交易者呢 应该等到 你要不就在这进场 你假设能上去 只要不跌破之群 你就不离场 要不呢 你应该假设在下跌趋势线被突破 回踩一下才能再做多 这两个点位 那么现在这个点位是尴尬的点位啊 不能进场 当前这个价位不能进场 甚至啊 有一些超短线交易者 他是在通道内做一个反弹 就跑了 做了一些小多就跑了 是吧 好 这个就是DKNG啊 说他会去会不会走牛市呢 俺也不知道啊 这个图看不出来是牛市呢 你看这 不是下跌趋势线被弄上弄上去 弄上去他也可以无序的弄啊 大家看 这波反弹多头 他是不是没穿高点 有人说是的啊 不用有人说 大家都看到了 这高点没穿上去 这是啥 多头行情没有能延续啊 他需要进一步的震荡洗盘 或者说走震荡行情 是吧 你看再次给他一个机会 他也没再创新高嘛 又串了个新低 而且这低点也创新低了 那什么叫多头波段呢 震荡上行啊 更高的高点 更高的低点 那他相反 更高的 更低的高点 更低的低点 这是空头震荡下行来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下跌中继也好 还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波段也好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得找到 创立更高的高点 然后回踩 更高的低点 再直接的时候再做多 是吧 按照 按照多头的定义 回归的定义来做呀 更高的高点创出来了 然后更低的高 更高的低点也创出来 然后在更高的低点 直接处做多 是吧 嗯 现在没有出现这些点位吧 那说这是一个震荡下行的通道 对吧 好 这个形态一定要明白啊 他表明空头墙 在这个通道内表明空头墙 你必须得找到多头回归的 那个点位在做 没回归吧 嗯 好 我们再看能源ETF指数的周线 什么感受 哎 又拉上去的是吧 嗯 所以我们上周复盘的时候是说 如果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技术交易者就是看 有突破 跌破趋势线迹象的时候看 接下来一个是k线的一个确认的一个情况 是向下跌呢 还是反过去呢 说这个线为什么又反过去了呢 那他很容易理解 原油暴涨了呀 能源指数里核心就是能源 这个原油啊 还有煤炭什么的呀 能源 包括原油和天然气吧 那能源怎么本周暴涨啊 石油很显然 为啥呀 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发现 哎 欧派克本周要讨论要减产 那确实要减产 这样的话原油暴涨 那这个能源指数那不能跌了呀 是吧 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标的就是原油 天然气等等 是吧 包括煤炭 核心还是原油暴涨啊 那煤炭也跌不动啊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恢复到头头了 说的 对吧 他主要还是说到消息面的驱动啊 就是该跌的时候消息面来了 给弄上去了 你说消息面 我们周上周末就开始说了哈 周三之前都在说啊 包括 天天都在说原油啊 还有天然气的一个博弈的情况 你看是吧 很诡异吧 说他又上去了 那接下来周向级别 要至少要去测试一下91块 这一代了 对吧 因为原油还在暴涨 但我是觉得下周早些时候可能稍稍微停顿一下 你看这周线 他实际上刚刚遇到中间这个小的横向阻力区 就是左侧这个波峰的高点啊 还有这个下跌区线的一个高点附近啊 所以这里有一个短期洗盘的一个需要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 确实啊 那周五啊 就是周五这天 他实际上有一定的停顿啊 因为天然气回落了 对吧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上周 还是啊 就是前两天吧 在复盘台的时候画一个多头趋势线 先跟一下 先不要看前空啊 你看咱大盘暴跌了吧 但是他周五这天才微跌了一下 表明这个位置空头力度不强 没跌破趋势线呢 还不要太过着急 对吧 理论上应该再去测试一下 这个高位会好一点 在这个位置短期内有震荡 洗盘那个虚效啊 先看一下啊 下周我们再根据啊 这个会更好一些 所以他为什么还要涨啊 刚才说过了啊 基本面上好像有一定的支撑了啊 不是好像 就是确定啊 欧派克要减产 好吧 但是啊 短期内这周线图这有阻力区吧 一定要注意哈 好 我们看一下消费股 KO的周线图 我们对于KO的周线图 其实在近几周 近几个月吧 一直都在看 对吧 我们特别在临界位置 周线图的趋势线 临界位置也看哈 你看刚才这能源指数 在上周就是个阳线啊 就跌破了这区线 或者在临界位置了 但是能源有消息面支撑上去了 你看这个KO有吗 没有 他下来了 对吧 所以临界位置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第二根K线的一个确认 是吧 你看他确认了 是吧 接下来继续跌 那中间画了个支撑区 那么本周它是什么K线的 它实际上是对支撑区的一个反弹 之后呢 就砸了下来啊 当周完成了一个反弹 然后下杂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还能看牛市吗 这图不能 这是长线熊市可能要来了哈 是吧 我们的周线图的下跌趋势线要画好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说这好的股票都要跌了 这不引荐为始啊 跌了吧 你看 本周是不是反弹了一下 稍微反弹了一下 周一周二的时候 然后啊 周三周四周五跌下来 后续呢 也只能看一些反弹了啊 不能看强劲牛市应该画下跌趋势线 好吧 看来巴菲特老爷子啊 也要开始那啥啊 那么现在能支撑巴菲特的是啥呀 原油 他买了OXY啊 所以OXY有什么好处来着 我们马马上就看这OXY啊 我们看一下周线 去OXY本周也是一根阴线 哎 不是阳线啊 跟能源指数一样吧 一样啊 他也测试到这个阻力区啊 这周线 本周还是跳空高开呢 你看这还有个缺口呢 是吧 然后一直拉升 一直到阻力区附近 才有点回落啊 即便是周五 也只指下跌0.99%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和我们的 这个刚才那个XY 也是一样的走法吧 对不 我我我我一直怀疑哈 他们都知道这些事啊 他们凭什么去交易呢 对不对 很不确定的东西 他还那么老实加仓 这都是很诡异的行为啊 咱们不要管他知不知道 我们看他的行为 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知道 嗯 他的行为是 因为因为大投资家行为是利己的 对不 他更利己 更朝前啊 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要发生什么事啊 嗯 否则没人敢去在熊市中去加仓 是吧 嗯 好 这就是OSY 接下来看看能不能突破上方 包括我们的XLE也是类似 所以呢 巴维特是一个相对均衡的投资者哈 你看KO这样的标的啊 在走熊市哈 那原油呢 稍微支棱一下 也没没什么问题哈 然后呢 啊 这个持有现金规模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哈 那估计呢 他也预测到 他在最后的时段呢 要经历一波非常大的熊市啊 嗯 好 这就是OSY 接下来看能不能突破 一旦突破的话 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大的双重底 双重底啊 左底 右底 如果能突破 回踩再止跌 将再走一波大的啊 所以呢 华尔街对原油的预期呢 要到100一代 到年底之前 现在已经到93块钱了啊 又到93了啊 所以 一切皆有可能 啊 当然啊 也要看美国这边是否释放一些原油储备 啊 去打压一下油价 好 我们看一下X美孚的周线 那也是一样啊 我们就 不再赘述了啊 那么 呃 在上周复盘的时候 确实有破位的几个情况啊 但是本周是消息面给拉了回来 都是啊 这个欧派克减产利好这些原油公司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汽车股F F 这个图呢 我们啊 并没有特别悲观啊 我们说 并没有特别规观 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看牛市啊 你看周线图本周是一个反弹 但是下方MCD是个死叉 所以呢 我就怀疑这个位置啊 我是希望 接下来再给阳线会好一点啊 但是现在下方周线已经是个死叉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在这是一个下跌过程中 对支撑区的一个反弹 反弹之后呢 还要跌 有这种感觉啊 我们看一下日 有没 有人说有没 有人说没有 或者是他就在这里无需认荡 你看他历史上 下边这根横线 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博弈位啊 那对当前的价位是个重要的支撑区 他会不会在这里反反复复震荡啊 啊 反正现在还不是牛市啊 但是他现在唯一对牛市有点利好的 就是这低点没被跌破啊 而且突破回踩的感觉 对吧 但从目前这个股市的一个感受来看 我是觉得 不要太乐观会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确实啊 在本周呢 确实有反弹 啊 这怎么弄呢 这个图 我们说下跌区先被突破 回落啊 回落 看一看下周能不能止跌吧 在这位置 对吧 如果不能止跌的话 这仅仅就是对下边支撑区的一个反弹而已 然后继续往下跌 对吧 所以下周比较关键啊 早些时候 我们再看 好 因为周五他下跌了哈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就止跌了哈 我们再看周一周二的一个表现 这是福特 现在为什么要多看少做 除非你是做空的那一方啊 多头来说都应该少少做啊 空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目前 好 我们看一下铝 铝的周线 那周线给人的感受是啥 下行 下行反弹 下行反弹 然后下行反弹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周线图的下行 实际上是砸破了第三根支撑区啊 那本周是一个反弹测试 理论上我们应该假设它是一个反弹啊 那么下周应该给一个阴线会更符合下跌趋势的一个走法 和我们的大盘也是类似啊 从宏观上来看呢 长得太陡峭 应该下了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细节 日线细节也有点向上反弹 但是呢一直在这里横盘啊 那上去的话阻力区太多了啊 所以即便是上去也应该当做反弹来看 好 有人说啊 这熊市中反弹一定要抄底啊 抄吗 不抄啊 我们还是维持原则不做 当做反弹也不做 是吧 因为他没准啊 反弹可能一两天结束啊 你看本周就两天反弹啊 冒上去你没敢做 你在这一天做了 对吧 周二做了 周三周四周五没涨 甚至跌了 所以说做啥呢 做个毛线啊 那后续再谈呢 再谈也就这么多 不好做啊 对吧 风险更高一些 而不是机会更多 而是风险高 风险高的时候不做啊 好 这是周线 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塔吉特消费股 再看一眼啊 塔吉特这个早 这个这个这个趋势线啊 他早就破位了哈 周线多 如果你画的更陡峭一些 这趋势线早就被破过了啊 那现在呢 只不过一直在往下 往下弄啊 那这样的话 呃 你看 这个变成阻力区测试一下 再测都测不到了 就直接弄下来了啊 说明空头抢 是吧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偏空一些啊 偏空一些 好吧 特别是刚才那些消费股都已经开始往下走啊 他不是牛市的表现 他是熊市的表现 好吧 接下来呢 可能在周线图上的一个测试呢 就是对这个支撑区的一个测试了啊 和我们大盘有点像啊 我们大盘也是下方有个重要支撑区 可能要在下周 包括下下周反反复复的测试一下啊 跌下来 如果能跌破的话 可能在下下周还要再反弹测试啊 就是这样啊 反反复复的去测试这些低点 这是周线图的一个表现 那日线图就甭看了 我看一下日线图 不行啊 日线图其实是一个下跌的一个中继的感觉 所以说下跌的一个奇形啊 下跌波段反弹无力啊 无力吗 无力啊 横盘就代表着无力啊 然后往下走 应该横盘的时候 我们应该假设下跌波段还要继续 对吧 你看上软过程中 横盘还要假设继续吧 那么下跌也是一样啊 看低点一 低点二 或者是这是低点二 或者是这是低点三 也OK啊 反正就是一个局部的局部的小横盘 好吧 整体上还是有点偏空 好 我们这期呢 先说这么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二期呢 继续啊 从zoom开始 是 好